红卡是没救了,黄卡呢?挑战只用七图黄门里的钱买枪,事实已经证明 至少七图的红门跟三图没啥区别,黄门可能也就那样吧 嗯,果然不出所料,半路杀出个陈咬金,这能不打吗? 这能不上吗? 拿来吧你 感觉高六甲在向我招手 拿下,还燃烧子弹呢 说啥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虽然可能黄门没夺区,但起码这把不亏 走吧,去黄门 呀 别开玩笑了,陈咬金有点多了 而且他还不掉东西,这人打的不合适 我已经到达黄门附近了,可情况有变 遇到个刚打完boss的 他不会还想挣扎吧 直接不给火落,在火里面挣扎去吧 你看,火难来了 拿下,貌似又一个刚六 但这次却与我无缘,算得走运 最关键的来了,别看现在手拿精美很威风 等会就有的尴尬了 我已经有种不好的预感,这黄门物资箱也太少了 上来就是一片蓝,那么问题来了,可能存在惊喜吗? 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了 文件柜成功开出一桶机油 凉了,啥破玩意啊这是啊 这个黄门我真是彻底无语,都拿着吧 连配件也拿着,回去卖掉还能多点钱 能多一点是一点吧 最后一个武器箱,一点惊喜都没有吗 我吐了,这黄门谁愿意开谁开去吧 跟黑卡价格也就差三倍 肥瘦程度却天差地别 不过把所有东西卖掉的话 换马改进的枪应该有希望 诶,什么人,来得好 完了,我凉了,咱们有缘再见吧 跟你拼了 凉凉,这就难受了呀 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黄门物资全掉了,就剩这几个 怎么办,只能卖四万六,太惨了吧 诶,这把手枪还能卖八千 怎么把他忘了 如此一来,那就有五万四,巨款 难道不是天意吗 难道不是为我准备的吗 不选了,就他好吧 先看看商店有啥 万一进砖的对吧 细号枪也行啊,有备无换 作为一把玩好AK 即使远点发现了人 也得准备好再打 蛤,谁呀 谁把我人头抢了 有没有武的 就是你吧,你也拿来 全是我的 服饰板都没有嘛,这么穷嘛 这都啥呀 搞错了,他才是 刚才那个属于武伤 不过这都啥呀,开什么玩笑呢 他竟然才是最肥的 还有辐射板,还有改妹 行了,敌人不给力就来找BOSS 装备其实没啥要求 多找黑卡就行了 结果真就掉一张 不错不错,金砖倒手一半了 刚才我听见这边有枪手 感觉有必要心拿下 出现了,就是他 虽然伤害不高吧 但搞定就行啊 问题出在哪呢 最近怎么不掉装备了呢 多减点变慢物也行 又来了 发现目标了 这种情况我能不拿下他吗 那是必然的 不会发现我了吧 本人能偷袭 就不高正面的原则 关键我枪实在不行啊 太好了 有人帮我吸引火力 他果然去了 好,现在不上 更待何时 你怎么回来了 好家伙 就想打他那个四季桃 就是打不着 赶紧加血 还有人在等着 看牌吧 你也知道我在这吧 我也知道你在那 所以干脆别藏 不对 藏着也行 我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看见我一堆投授物了吧 活力覆盖 信不信都不用枪 他现在已经慌了 很明显 轻松拿下 这几枪开的有点多余 这人也没啥掉呀 倒是这边被舔过的包 还有个六头 也可能还没来的机铁 这边也是个六头 行了 差不多了 剩下的空间留给变卖物吧 很多箱子都没开 甚至得有一半 如此一来 AK可以退下了吧 改进狗杂全方位超越 别忘了我还有黑卡 这把肥定了 还有人呢 我以为没了呢 不会吧 六级 并不是 编卖物也好 还有 自己松上门来了 行走拿下 算了 我还是去开黑门吧 这时固执有5.4 看看开完黑门有多少 没新砖吗 之前的黑门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变成了6.4 正好一百万 不过还扔了几个狗牌 有飞机就是好 直接撤 真是收获满满呀 好了 星星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拜拜